首先来关心最新的消息就是呢 这起凶杀案了 26岁的这个职业军人杀了17岁的女生 装了这个将她的尸体装在这个大型的塑胶袋之后 她自己呢跑到了网咖冷静的上网喝咖啡喝饮料 结果呢被警察抓了 而这个女方呢被害人的家人则是在这个 呃在这个殡仪馆呢痛哭失声 马上连线给人在高雄的记者杨立芬带我们来关心 立芬 好的这个嫌犯呢他杀了人之后立刻躲到网咖去 那么警方是在网咖里面载到这名胸贤 透过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大批的警力呢 在这个网咖里面的时候 嫌犯是穿着便衣里的短髮 当时呢他还非常的冷静对于警方来 他一点都没有惊慌失措 让警方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 杀了人之后怎么还可以这么的冷静 那么当时他正在网咖里面打电动 而且呢在喝饮料 警方随后呢立刻将他上了手铐之后 带到了警察局进行征讯 那么这整起案件是发生在31号的时候 死者呢跟这个信义军人两个人本来是朋友 然后呢因为一起债务纠纷 因为死者的朋友呢 冒用了这个军人的身份去借贷 然后买机车 因此呢两个人在网咖谈判之后 又约到了军人的租屋的地方 军人一时失手呢 用皮带将这个女子给勒币 那么今天上午的时候呢 死者的尸体运到了这个农泉医院进行解剖 家属呢看到了这个女儿呢 本来还好好的 怎么会突然就人呢 已经天人永格了 非常非常哀伤 我们来看一下 好家属呢 这个是死者的妈妈 简直无法相信 一个17岁的女孩好好的 怎么会去认识26岁的军人 而且残骄勒币 现在目前警方要调查 到底是情杀还是真的财务纠纷 或者是其他的原因 那么至于这整起案件发生的一个整个过程呢 我们来看看以下这一则SOT带 大批检警经营出出 在屋内搜证 发现死者的遗体后 立刻由警方送往殡仪馆进行解剖 案发现场 警方已经拉起封锁线 同时将理性休闲 带到现场模拟当时情形 跟他们顶情都不知道 结果了 再来这间卡巴店 要凉水这个吃的 他现在走到旁边 我们到南部到那里 休闲杀二人后的冷静 让警方不寒而栗 而理性休闲就是用这种大型的黑色塑胶带来装尸体 案发当天 休闲勒死少女之后 跟房东谎称要回高雄家 没想到隔天晚上 房东女儿去屋子查看 赫然发现黑色塑胶带 里面竟然是一具女尸 警方调查发现 理性休闲是现役军人 和17岁的死者是朋友关系 因为死者的友人 冒用他的名义贷款满车 缴不出钱 凶险一气之下 就用皮带将他雷币 装进黑色塑胶带 因为没人知道 终究还是被屋主给劫发 中情新闻张冲狂 远方SNG小组 评论报道